但是 從訓練的時候 一旦選好 那些集合的形狀就不會再變 對 他這裡的是 他選一種 然後他就是用這種下去做 對 然後所以 就他只是 你可以選定 有些可能 對某些東西會比較有優勢 但是不一定這樣子 可是我看書底 我是覺得應該是不會再說 像中間再去做一個改變 應該是一百 應該是一開始最好的 然後他這個 他選的不同的就是 Narrow還有Media 跟Brodden 他算起來的話 他給他越多點出去逼近的話 看起來Brodden好像是最好的 就是最也是 大家會想要的 Gripal會比較像 然後他這個優勢就是說 他對更新的話 他就是關聯性的話 他就不用去更新 關聯性低的就不用更新 然後 但是缺點的話 就是他怎麼樣去定義那個圈圈 然後怎麼樣去算 那個計算的方式 都會比較耗工 然後更複雜 所以後來他們就改成 用這個TO Coding 就是片邊嘛 然後 他把圓形改成方形 然後 把切出來的東西 他只是做一個單純的平移 這樣子 然後就可以 所以就是比上面的那些 要畫圈圈去分群來說 這個是快很多 那這個是課本上面的圖 就是他有不同的分布方式 就是有分 這個是對稱的 然後跟非對稱的這樣子 然後效果 是非對稱的是來不小心 然後當然他切割的不一定要是方形 他可以是多邊形 然後任何就是 或者是log圖形跟斜的 就是他沒有一定要是什麼形狀 只是說 你越是複雜的圖形 在計算量上就會大更多 我問你大概有問題 就是那個 這個初邊嘛 通常會在哪個領域裡面 去學到這個東西 因為我記得現代裡面 好像沒有一提這種東西 我不知道他 如果想要了解這個東西 比較深的話 要找哪個領域 大家知道嗎 你看 後面那個 這個小鐵 他的那個 他過去有 有提嗎 還有那個 對 就是以前讀最佳話的書裡面 也沒有這個印象 有這個東西 然後切心帶書裡面 我記得也沒有看過 所以我不曉得這個東西 是 正拿一個領域裡面 只會講一下 對 如果沒有話 我們就繼續往下 對 然後看來大家也不曉得 對 對 好 好 再問一件事 就是說 像剛才那一個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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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他不會隨著訓練的時候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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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文字的部分有各種不同 他要講每一小節 相關的內容 要進一步的 採訪之外 他說不是每一本書 然後就是 這個部分 就這個部分 後面9.7講到的是 就是 怎麼有可能可以這樣有正常 就是我先介紹 那個 Neural Network 他主要 大家可能都知道 還是底下這基礎的東西 就說他是想要去學說 讓電腦可以像人的神經元一樣 這樣子做傳遞 然後所以就有設定一些 像是土促啊 然後接收區 跟觸發區 跟傳導區 輸出區這些 就是跟 完全就是跟細胞 神經細胞的這個想法 是一模一樣的 然後只是用程式的方式 下去模擬出來 那他 會有一個地方去接收 接收區就會去接收 傳遞進來的資訊 然後 再傳遞出去之後 然後再有 再 output 出去之後 由下一個神經元 再繼續做接收 這樣子 那 AN 的話呢 差異是在說 他用了很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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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神經元 所以他就是 要完全的模擬 像人的腦袋這樣子 把很多個神經元都在一起 那他做的 主要是裡面還會有 每一個神經元可能是一層 但是 就他會有很多 hidden layer 所以他 你不會知道他中間可能做了什麼 太多的詳細的處理 然後他到最後就是會自動去 跟蓋裡面的 weight 然後再數出來 那他每一層 基本上 會有的方式就是 他跟前面的算法都不一樣 他會有 像是 sigmoid跟這個 天群 還有 LU這個 因為我之前上機器學習 他都是用sigmoid 比較多 然後 他會把 每一個input進來的判斷 然後進去經過這個之後 這個activation function之後 然後他就會去決定說 拿到比較總的輸出是哪一條路 但是你說你上機器學習 教的都是sigmoid比較多 沒有 我是說我有常到的 就是他 他講的就是sigmoid比較多 我們老師 你們老師 對 就是我們10次我也是用這個 現在食物上都是用熱 是我們後面是 現在是後面 就是因為sigmoid 因為他那個算法 的問題 你說他不好看 他的 會比較 gradient manage的問題 對啊 如果你的input的線 你要算那個gradient 那個input的線 如果你的input data 如果在前面跟後面 就是他不是0跟1 就是不是靠近0的話 你的gradient就會變得很小 就是斜率會變得很小 你可以看那個那張圖 如果你的data在前後的話 那個gradient會很小這樣 是說這樣子如果 training速度會下降 你這樣可能會沒有要train 因為gradient 我們在train的時候 只用gradient 然後用貢獻 你如果很多層的話 你 譬如你是0.5 0.5的五次方 你的gradient 是不是已經幾乎就是0的 就是他是一層一層 一層一層 很不然會到前面去 你的比較output這一邊 到versus 一開始比較接近input那一邊 你幾乎那個參數 其實沒辦法 所以就是會偏偏一點 他會到時候都會變 就是那個前面的 比前面there的那個參數 沒辦法做update 沒辦法做正確的update 所以你就沒辦法認 所以後來這個就比較 對我們現在沒有可能再用 比較少 不管是學術跟事物上的差異 大家請問一下 如果照你們剛才講的觀念 那兩段沒辦法認 那辦到gradient之後呢 就是說 負的這一段不認的意思 是不是 對可以很少 你負的這段等於 你經過equipation之後 你就不見了 這樣 你就不見了 那第二個問題就是 常看的這個斜率好像都固定1 他是一定斜率1嗎 還是這個relu的斜率也被調 relu也有很多種relu 有DT-relu 最有比較紅的DT-relu 就是他的負的這邊 也有一點點血清 負的這邊也有一點斜率 所以兩邊的斜率都被調 對對對 就可能還有什麼死露啊什麼鬼的 死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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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問再請問 那個點 那個點不影響對不對 就是轉折點 像以前這個都是微分連續的 現在變成這樣子的話 他那個點的微分不會影響 你說那個 微分不連續這樣 對 其實這個問題已經有就是 有討論說 數學上他是不連續 從右邊來跟從左邊來不連續 但是他在寫framework之後 他已經考慮這個問題了 所以你看看你是 從哪一邊過來的 他就取那邊的詞就好 你懂為什麼 他如果是從右邊過來 他就取1啊 如果從左邊過來就取0啊 你寫成詞你可以這樣寫 但是數學上 當然數學家會認為 那你怎麼可以這樣 好 這八點 數學看資訊很不一樣 好 對 好 那他 就是AN就是training 也是一樣training的時候很 要花很久的時間 然後到最後 Predition進去的話 其實滿快就可以算出來 那可是最重要的其實 training的都還好 只是一開始取那個 Fature Extrusion的時候 比較重要 所以如果他們要做 像圖片判斷 那怎麼去 抓這個圖片的Feature 會 比起後面的工作來 的重要多 那這裡 書館後面有提到 滿多個ANN的相關的 Argrids 然後就是稍微 帶過 然後我們就結束 因為他也是講 稍稍的點到 點到 那他第一個提到的是 Fact Provocation 這個 就是跟剛才 你們已經先講過 一樣 就是他是 反過來 從後面 去往前 是 剛剛上面那個 那段中文 是 如果對於 傳統的機器學習 像SVM 這是 這是對的 但是對於ANN 這句話是錯的 對於 Neural Network 它的Feature 是 學來的 應該說對CNN 從CNN開始 以前傳統的ANN 他也是先把Feature 抽出來之後 再餵給Neural Network 沒有 即使是 Feed Forward 那個Moddy Ecetron也是 就這一派的 Feed Forward RN 都是 都是任命來的 就是以前效果比較好的 都是說 你先抽完Feature之後 再餵給ARN 那如果是 相對於 這一派 AAN 它的 Feature Extraction 那是必要的 像SVM 就必須 在設計的時候 要去選舉 你要抽什麼樣的特徵 但現在的特徵 對於Deep Learning而言 最主要是 你的Arctature 怎麼設計 而不是抽你的特徵 比如說 你要設計幾層的網路 最基本的 然後每一層 幾個Neural 怎麼接 從最基礎的 MultiLay Perceptrum 到最基礎的CNN 或是做ResNet 各種變形的 甚至是RNA 它主要是 模型的設計 模型的設計 它牽扯到 所謂的 hyperparameters 超三數 除了Weight 跟BiF 以外 其他要調的東西 都一概稱為 超三數 這其實是 比較難的 一個主題 上個月有講到 reinsport learning的技巧 被用在這個方面 去尋找 一個最fitting的Model 所以我覺得 這一句話的前面 幾個段文 是不太正確 如果是指 傳統記憶模型 它是對的 但對於Deep Learning 這樣的說法是不對的 就這邊 我還是很模糊 那跑過一兩次先 就是你們可不可以再解釋 就比方說 我們以數字辨識來講 就像剛才SBM講 你會去把說 feature selection 你可能就會去 你會去認這個角 會去認這個 然後這些東西會出來 但是你在實做CNN的時候 你是沒有 它中途 你就說 它中途的架構的時候 去把它找出來對不對 你的input 不是只有像素而已 對對對 只有每個像素這樣子進去 可是它在過程之中 還是有把這些特徵認出來 我的意思是 所以這是它網路架構自己去認出來的 不是我們選的 不是我們選的 對不對 是給它像素的 對對我們是給它像素的 我的意思是 它到底是在哪個步驟認出來 我們有沒有什麼直覺 還是什麼概念 你可以做visualization去看 對 你可以看它的feature map 就是第一個 layer 就是學簡單的斜邊 然後顏色 然後第二個 layer 到最後一個 layer 就是學到頭啊 貓啊 體重 這邊現在已經被研究很透徹 沒有什麼學問了 對 基本上就是拿一些現成的visualization的工具 直接去看 visualization 去看每一層這樣子 對 一般會 如果你要看中間的 就看中間 做完convolution之後的 那個所謂feature map 它就是以圖形方式可以呈現的 那你就會看到它實際上 每一個convolution它抓到的是什麼 每一層每一層去看 你就可以大概猜到說 它到底抓到什麼東西 有這樣的方式 visualization 不是 visualiz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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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叫做 Feature Map 它可以用圖的方式 做完之後還要做 Activation Function 做檔 Minion 之後 看到了圖 就是可思化 就是可以看到它實際上面 Filt 完之後它抓到什麼 比如說你用典型的 Recruit 記得如果沒記錯第一層是六個 Wait 就是六個 Filter 那你就可以看第一層六個做完 塗進來之後 一個 28 乘 28 的圖 它擴展成 32 乘 32 然後味進去 做出來了 好像 5 乘 5 的一個 Kernel 5 乘 5 的一個 Wait 做出來的那個圖 然後這六個圖 就叫做 就是它的 Feature Map 那這六個圖 就當作中間層的 Input 在往後衛 然後他講到這個 Fay Proplication 這個 Algorithm 它比較適用在淺層的 Network 因為如果大於某個 因為如果大於某個 它這裡是提議說 如果是最好只有 1 到 2 乘 如果超過的話 它就是 你 K 加 1 的層數一定會比 Performance 一定會比 K 乘的 Hidden Layer 來更差 他講什麼 他講什麼 這個可能是很悠閒的事情 書裡面下面的解釋 就是你們剛剛在討論的那個 Gradient Manage 跟 Gradient Exploding 的事情 因為這個是寫在那個之前 對 至於是說 因為之前有 Gradient Manage 所以他覺得 所以他也太多層 他會復活這樣 他一看最近的劉密老師講 是說 Deeper Exposure 的那個 就不管怎麼樣 越深的網路上會自動去 Learn 他甚至也不會有 Over Featting 的問題 就是 反正因為 這就是 就這樣子拍掉 對 有一點點就 有各種解決的方法這樣子 對 所以結論是怎樣 結論是現在是 越多層不會有問題 你加了再多層不會有問題 改結構 你要結構上你要去 像那個 Resigual Net 對 他就要額外再牽一條路程度 就是不要一直一層上去 然後拉一條 拉一個 Showcard 對 他還有很多奇怪怪的 然後改結構 對 除了層數之外 那個神經元的個數呢 會不會就是他乘一層之間的 會啊 那就是Hyperpermometer要調的 那個就是模型的設計 然後他這裡就提到說 就是會有 Over Featting的問題 所以他下面就提了幾個 不同的方式來解決這個 Over Featting 那一個是Drop Out Messor 然後就他是說他 在那個Trainning的時候 他Unit就會 Random的被移除掉 所以他的那個後面 可能就會越長越瘦 越長越瘦 所以他就 他會一直被丟掉然後 他不是越長越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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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不起 反正就是 反正就是 他不是真的把他丟掉 他只是讓他暫時 這一次算的時候不見 下次算的時候 他又隨機選哪些不見 所以他不會越長越瘦 對對對 聽他講的就是 就是本來粗粗的網路 隨機丟掉的話 但你丟掉的話 他就會變窄一點 對對對 所以但是他每次 他又不一樣 所以他就會 一直去換那個 中間的閘述 嗯 有一點 Ensemble的感覺 像是跟剛才那個 就是 把Gradient 這個部分去做 那是完全 不相干了 兩件事 會有Overfitting的情況 通常就是兩種 一個是你的模型 大 模型很大 那因為你模型一大 你可以表示的範圍 就可以很大 那另外一個是 資料過小 你的訓練資料比數過小 所以他就只 硬生生的把你這個資料 幾乎完全學會了 所以他就會產生 只看得到你手上少少的資料 其他的 就看不明了 所以這兩種主要Overfitting 那Drop out就是針對 第一種方式 你模型過大 所以我要壓抑你的模型 不要學得這麼像 所以我在每一次跑的時候 是說針對 把一些 針對 所以他剛剛講 有人講說 像Insemble Insemble是另外的技巧 就是你 你 單一模型 訓練出來的結果 比不上好多個模型 訓練出來 然後再做平均 那抓到就有類似 因為你每次抓到是誰機的 就是每次抓到是 看成一個新的模型 那第一次做 第二次做 他比如說你抓到十次 就等於Insemble十次 然後再同樣的結果 類似這樣 所以Drop out 你可以用這角度來講 你可以把它想成是 一種Insemble 那另外一角度 你可以把它想上 是一種SpaS Network 就是那個 類似這樣 L1 Regulation 記得這書 也有稍微提到 Regulation 就是 你的 最後的那個 Cost Function 這邊 剛開始講的 那個 在算 那個 MSV 就是 MinSquare Value Arrow 這個 Cost Function 在這部分 你 後面加一個 因為它要算最小 它要Minima這個 那Minima到最後 如果你 perfect的Minima 基本上就是很match你的Data 那 很match的Data 就有可能會造成 overfeeding 所以我要讓你不要這麼 Fit 最小的Error 所以我加一個懲罰項 把你的Error 提高 那這 有兩個常用的技巧 一個叫L1 一個叫L2 那這個 以後有機會 或是自己去看 Dim Learning相關的資料 那L1的效果就是 就是 有點類似像DropOut 但是它 它不是隨機的 拿掉 它是 有些Neurons 它基本上就是 歸零的 所以它這種 把它看成是 一個SPA Snailwork 稀疏的網路 DropOut的效果 在這個情況下面 從這個角度來看 它就像 稀疏的網路 沒有原本的 Neurons 那麼多 它乘數不變 可是每一層的Neurons 有一些隨機被拿掉了 所以它的Connection 就 變少了 所以在這角度來看 它 像一個SPA Snailwork 那剛剛有提到 Overfitting的原因 就是因為 它的網路架構夠大 那我今天把一些 Connection 拿掉了 所以我的 那個 Compacity 就會降低 請問 DropOut的 拿掉是拿掉神經緣的連結 是不是 就把神經緣 那一次的時候 就是變成是不存在 那一次Training的時候 你可以想像說 假設我飽和比賽 要派十個人出去比賽 平常在練習我每次都派五個 那是每一個都會練得很強 每次等等我只挑五個去比賽 正式比賽的時候 我一樣再派十個人出去 那是我平常因為我都只有用五個人 去打十個人的比賽 就是每一個人 supposedly 應該要很強很強這樣 那正式比賽的時候 再十個人再一起來 那做的時候也沒有說它的比例 它的比例還在什麼 再三個 一般 一般 對 0.2到0.5 中間吧 差不多 那再請問 DropOut的觀念跟LSTM 是有效嗎 不一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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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STM會用到DropOut DropOut只是LSTM RM最後的時候 它會用DropOut LSTM是一個RM改良的複雜模型 它不是技巧 DropOut是一個技巧 LSTM是一個Model 這樣它任意的提出不會造成 它到時候連結 是它有一個特定的方法去再拿重新連結 所以它每次不一樣 你做第一次跟做第二次抓到的點不一樣 這只有在Training的時候做 你最後 最後SKEE在RM的時候是Fooly的網路 你的網路架構其實一開始是全部都聯合 但是我這一次的訓練 我隨便挑了幾個就變假裝不斷 會造成它沒有辦法點出去 不會啊 因為它這一層裡面有幾個東西 你變0以後 還有幾個還是可以連上去 它就是靠那幾個去訓練 那你下一次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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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一次要連到 對 對 你可以這樣子 比如剛剛講那個 那個L1Net5那個例子 它第一個Kernel它是5x5 所以它有25個連結 所以你隨便取掉 比如說5個 對它來講它還是可以出去 那那個MultiLay%Runk 就更沒問題了 它是Fooly Connect 所以你再怎麼拿掉 除非你拿掉很多很多 那才會有斷掉的那種問題 那在實作上你不可能拿掉那麼多嗎 你拿掉個十分之一 就已經算很多了 那在實務上是要調的嗎 不可能抓到一大堆 我 我是有一個方法 就是你的每一個點 你的前一層 其實都是像剛剛那個 一個參數乘X 參數乘X 像講的這個 這個東西 對 這個可以理解 就是你的每一點其實都這樣 那它只是讓 然後其中的 剛剛的每一個 就是每一個參數乘X 你好幾個參數乘X的裡面 其中某幾個 先把它設為0 然後其他 因為你這個加起來 你還是會有一個數字 所以你下一層的那個 還是會有一個值 它是用這種方式來訓練 對 對 可能就是要回去想像的那個 對 然後它提到另一個方法是 Deep Breathe Deep Believe Network 然後它就說這樣子 在On Super 570 它在取那個feature的時候 它就可以 用 這個統計的方法 去抓統計的 正確 就是它 可是我覺得它這個講的 比較像是 剛才講的 對 它是說 它用最深層的先下去 去train 然後再慢慢的 往回 然後一層一層這樣train 只是我不知道為什麼 這裡的五指 是 不太難 但它是說 這樣子 會比 被porerogation還好 但這兩個不是比較難 沒有啊 它這個 其實是在講 你 initial的 weight 的 value 這是其中一種方法的技巧 然後又有人用 比較簡單的數學的話就用Auto Encoder來做 一層一層train 切完一層之後,它固定它的位置在train下一層 這只是在講這個而已 那這個在目前來講 如果你是用 popular framework 這部分都已經做得很好了 其實你在實務上完全不需要擔心的 你甚至設 random 最後都是可以收斂的 我在猜可能作者對於 deep learning 其實沒有那麼熟 他熟的其實是 before learning 所以他在這一段其實講的東西 其實我覺得要打點折扣 因為人老以後 吸收新的能力也會收斂 真的真的,我自己也有這種感覺 所以這個 BBM 竟然要再講這個 就是說你去用這種方式去每一層跑出來的位置 會比去 random 設 initial 的位置要好 那現在這個問題已經不是問題了 那另一個是 batch no 1ization 那它的方式就是 它就是調整 每個 input 變成有 0 mean 跟 unit 會有變化 這個最近有一個社團的 他叫什麼 Mark Liu 他有做一個 video 他其實講了一些 Normalization 的方法 那一個我覺得只能看一下 你會對 normalization 到底在做什麼 會有一個比較沙爺的概念 他講的其實很簡單 他提供的圖跟影片 短短的大概幾分鐘 但是一看一看完 你把它match no 1ization 就很清楚這樣子 透過是sample 還是是什麼 它有商人而已 Normalization 是誰 Normalization Normalization 我不曉得他 劉馬克 我至少就說 我沒有見過他 他不是有來過嗎 沒有 沒有 劉馬克有 因為我找錯了 你剛才講了另外一個Mark 在MTC的那個Mark 我們剛剛有討論到那個 一個華人提出來的那種 他就是跳跳跳 就是前面的那個 輸出直接跳到後面 那這個就是避免那個 剛剛講的 Gradient Range 這也是用Random方式下去 沒有沒有沒有 這是跳接 Jump 不是不是Random 他是Jump 你正常的就是一層一層的嘛 那他這邊的 Jump Connection 就是前前一層 直接拉出來到下下一層 前中後 那你按照順序是前中然後後 那現在是前直接到後 靠的方式也是 隨機決定要往後這樣子 沒有 就是剛剛講的 前中後 前直接到後 一個是中的到後的 一個是前的到後的 那這後來有衍生出很多變形的模型 那那就是後畫的 他其實有很多更複雜的變種 沒有 他說16章 16章 不是 這可能也是講不到 蛤 沒有 他在問說這第16章 不會講 不會講 沒有 那是Deep Rending的範圍 Deep Rending 這個 因為這個論文比較新 好像2014還2015 所以 好像 Even Deep Rending那本書 也沒有講這個 如果沒記錯的話 或是只有稍微提到 這 這如果 要知道 所謂的Revisual Network 可以上網查 其實很多 不要說英文 中文也有很多 大陸人寫的文章 其實解釋很清楚 看一下就懂了 你說那個就是那個 resonate 那個東西 對對對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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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本上就是 那個 應該沒有人 不會吧 這 我想應該不用講 這邊有講 LSTD 然後 他的那個 就是 他 複雜度會比 Semi Gradient VD還來的 高 一個翅膀 可是他 因為他會有 他不用 那個 step size parameter 所以他 就不會有 遺忘的問題 可是 雖然是這樣子 但他還是要 Epsilon 然後 下去 去做他的變化 只是因為他 沒有那個 step size 所以他還是有 會被部分人拿來用 所以我們只要 實際上用法 是 哪邊是 需要這個 但就是 這個也是會有人用 雖然他複雜度不高 所以他 要選單局陣型 然後 單局陣型 然後 單局陣型 他 singular 然後補 那補 要補那個 一種到補補他 所以不用選R8 只要選一種 我們說 我們說他 因為要算那個 環局陣型的 沒辦法 沒有那個 inverse 所以你要 加一個 Epsilon 乘以一個 i 然後 他在算那個 線線回歸 就是那個 答案的時候 他是x transform x 然後要一個 inverse 有時候他 inverse 不存在 不存在 比如說裡面有 i can measure 等於0 類似這種問題 所以他一般他會先 加上一個 就是一個 一個 參數 這邊只能用 Epsilon 加上一個 identity 這樣子就可以保證 這個inverse 一定存在 這個就是那種 很基本的 那個 一般的線線回歸 要求解的 那種 手法 確保這個 inverse 可以 可以 OK 大家有沒有什麼問題 其實整天這一堆在講的是 linear reformation 和 transformation 跟 reformation 的東西 然後 他其實被用在 reforcement learning 是怎麼用 value function 對 對啊 就 either 這一張講的是 state value function 然後後面 下一張應該是在講 這是做predition 下一張再講 control 然後後面 到後面 最後一張 就這一個 第二部 部分的最後一張 就在講 gradient 然後policy 不過這邊為什麼 特別會提 unpolicy gradient 因為這些方法好像 unpolicy好像也可以用 我好像看不太出來哪些方法是 不是unpolicy 他這一張其實 其實前面 因為這張是這一部的第一張 所以他講很多基本的 喔 包含後面可能 現在實務上也用在到的 linear approximation model 所以他講 比如說剛剛講的那什麼 codes coding 那些基本上現在已經 主流很少用到 所以他講了很多預備知識 喔 因為想說 看他應該 他基本上這張 原發的資料 現在都可以用這樣 很大部分 在講 這個 approximation的方法 對應於前面 前面的 part 1 在講 就是 鍵表的方法 他可以找出所有的 那個最後的最終極 那 這一張 第二部開始的 這是第一章 第九章 他在講 各種 approximation的方法 那剛剛有提到 以數學來講 就分成線性跟非線性 那 前面有 其實很大部分 在講 那個線性的 比如說像 Prinomial 或是他這邊 最簡單的 他以一個叫做 basic function 乘上一個 unreptor 為代表這種 這種線性方程式 複利頁 極速的 這種為代表 那 另外一種 是非線性的 就像 以神音網路 他 神音網路為什麼是非線性 因為中間有一個 attivation function 就轉換掉 所以它是非線性的 這兩種方法 那 以代進去求解的方式 有兩種 一種是參數的方法 就我們剛剛提到 非線性的神音網路 透過位置 另外一種是 非參數的方法 比如說典型的sdm 或是 像那個 那個叫什麼 高斯過程 Gaussian process 那它就是 非參數 所謂非參數 就是說 你今天 你的data 有了 比如說 sdm 就是拿你的data 直接下來做 做這個 這個叫什麼 分類 分群 它就是你拿一切 有data來做 所以基本上 這一張一大部分 都在講這個 那這裡 只有明星人提到 因為它是遵循你的 最終它要講的是 遵循你現有的pals 來得到的value function 然後你的value function 是 是 是 估計的 這是 appalsimation 去估計的 所以 所以 衍生出來了 你去求它的 msdm 當然 這 後面 你可以用到很多 那個 deep learning的技巧 它這邊只提到 用最簡單的cost function 技巧 那 m2 error 那 你也可以算 care of divergence 你 甚至可以求那個 那個 mathaline like liquid 那就是更 更複雜的方式 或是算那個 那叫 so max cross entropy 對對對 這部分 都可以套用到 這個所謂的 value function 以 function error的方式來做 這邊 這本書的 這一個部分 只是用一個 經典加分書 都會提到的 m2 error的方法 那其實 其實 很多 approach 可以 技巧 都可以用在 同樣這個 code function 的計算上面 為什麼 你看起來 都是用m2 error 比較多 就是 所以你是做 palsy 你要做的是 pate 直接的 v 貫存 是他正在 經驗的 我 我是覺得可能 因為 大家都被掌前人 做 他前人就用這個 他全面除了 有一個人 他用一個不一樣的 然後做一件 這樣 後面的人就會開始 不用 他如果沒有人 就是沒有人開過 他就會 這個palsy做出來 對 對 大家有沒有其他問題 再問一下 我先把這結束 今天謝謝Pageon 謝謝Pageon 謝謝Pageon